Music到1949897,可以查询自2003年8月1日起,都事业归人播出曲目。 Fasm ZY到1949897,可以订阅都事业归人短信。 每天获知江苏音乐台,沿成全乐频道,以及都事业归人最新动态。 张艺每天心情,更可以给张艺短信留言。 每周抽奖送礼,风雨无阻,还有更多即将推出。 听见学生时代最爱的歌,回家路上一下子想好多。 青年都事业归人,一本书十五万字,一百个真实的张艺。 你和音乐,很温暖。 南京地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南京市中山东路,西四堂向八号,江苏广播大厦。 外地邮购,南京市中山东路,西四堂向八号,江苏音乐台,金号手,金色的金,浩然正气的号。 含邮购,每本四十元,邮购,210087。 再见你的时候,我只是淡淡一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江苏音乐台,每晚子时,张艺说最真的话,说给自己听。 联通炫卡,都市业归人。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剧名播出。 现在的时间是23点05分,这里是江苏音乐台,以及沿城全音乐频道,联通炫卡,都市业归人。 我是张艺,这场雨,算是如约而至,不过,文雨季节嘛,雨水再怎么大,都不算过分。 南京地区,明天,中雨转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21到28度。 沿城地区,雷阵雨,20到27度,东北风三到四级。 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或者在书上看到的,记不清了,将下雨天最适合睡眠。 当时并不真的理解,现在年岁渐长,真的觉得熬夜的功力和以前相比较,退步了许多。 每天能够舒舒服服地睡上6到8个小时,算是真的很奢望的事情了。 不过显然,今天又不太可能完成,因为今天晚上有球赛。 实际上最近是欧洲杯,天天有球赛,每天凉场。 可是今天的第二场,也就是马上凌晨2点45分的,我一定要看,因为是有英格兰队的。 那今天本来和大家发短信的时候,就提到说晚上会看球赛。 结果老杰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英格兰队,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今天晚上这一场是对东道主葡萄牙队的,所以会蛮激烈。 对,我有了心理准备,不过我还是希望英格兰队一定要赢球,一定一定要胜。 那今天,有朋友过生日。 时间永远在走,每天都是生命中的唯一。 生日,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每一次都是永恒。 都市也归人,诚心陪你度过。 发送短信DS到1949897,输入个人信息,生日当天,都市也归人,用音乐给你祝愿,并且会收到张艺单独发送的短信生日问候。 发送短信DS到1949897,这一年,这一天,更温暖。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的那里的祝福。 今天是6月24号,今天的生日花是小莲翘,它有一个别名,为圣约翰之草。 所纪念的圣人就是替耶稣施洗的圣约翰,所以小莲翘的花语就是指导。 今天过生日的是两位朋友,一位是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健,祝你生日快乐,生命中每一天都幸福。 还有一位是南京武定新村的朋友,他留下的名字是要真名吗? 不一定要真名,随便你留什么名字,不过你留的这个名字,是我印象当中,后台这么多朋友里面,最有你的识别度的。 请订阅订阅 点赛 青い花 今も風になれるならば 吹いてあげる 青い花 涙舐めて砂の海辺 笑顔なしに歩いてない 大学の花を摘んで 野原に舞い歌います 綺麗な花ね 探しましょうね 綺麗な花 愛で広れ 私も私の青い花 東の雲笠にして 青い花を見つけましょう 生きることは辛いけれど 明日はきっと笑うよね 悲しい時は青い花 嬉しい時も青い花 時は流れ青い花 母も父も青い花 信じましょね たらしましょね 生きてお前 愛の前 私の私の青い花 Estoy y来る 彼女は 彼女の青い花 彼女は 彼女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见学生时代最爱的歌 回家路上一下子想好多 青年都市也归人 一本书十五万字 一百个真实的章艺 你和音乐很温暖 南京地区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五点到六点 南京市中山东路西四堂向八号 江苏广播大厦 外地游购 南京市中山东路西四堂向八号 江苏音乐台金号手 金色的金 浩然正气的号 含邮费每等四十元 邮编210087 每天都要看都市也归人这本书 今天来节选 因为这篇文章的开头和雨水有关 江南地带不经常见到暴雨 多半是绵密的 而且下很久 有诗意和浪漫的味道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雨水总和落花联系在一起 缠绵里夹杂了苦涩的味道 今年秋天 南京的雨水很多 更添了伤情 秋天是花落的季节 当然不至于蚕虹遍地 一片狼藉 毕竟也是西美场景的开端 其实 感怀落花的最好季节 当时春天 春花明艳 流水缠缠 是落花流水的最欢快意境 而秋天 既然这一次轮回真的要去了 应该多一点明快才好 那些花的这一轮生命结束 总算可以休息 也算是比较完美吧 因为是结束 宁愿这么一项 落花与流水 绝对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既定意象 是哪一年开始 落花与流水依附相伴了 礼遇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李后主是最惹人恋爱的君王 他根本不想做皇帝 偏偏五位兄长早逝 命中天教心愿与身为 王国为在人间词画中说 词是后主 而眼界识大 遂便灵观之词 为士大夫之词 时事真知灼见 礼遇是绝代词人 也是要求于北方的后主 只能于梦中思念南唐故国 王国的君主已经卑微 小周后还被宋太宗强信 这是男子的极品质辱 他的词意悲凉 这是想当然的 免不了想起唐玄宗 李隆基是最好的皇帝 晚年却毁了辉煌 他精通音乐也是才子 没能保住自己的家人 并且丢了皇位 这又想起宋徽宗 还是个天生的艺术家 长才在于书画 他最传奇的风流运势 是和铭记李诗诗 与陈子周邦彦的纠葛 不过 李诗诗并没有因他而死 所以对他的怜悯少些 战争的最大牺牲品是女子 小周后杨玉环 就是典型力政 他们是离开枝头的花 承托自己的男子留到哪里 只能跟着飘到哪里 话说回来 这些君王们何尝不是呢 是才子的先丢了王位 雄涛武略的 也不过称帝几十年 他们都是落花 随时间飘走 想停都停不下来 这个世界 有些事是永远不变的 才子也好 家人也罢 帝王或者平民 都是被时间带来 又推走 世人说 落花赤住流水 是抹杀了流水 对落花的担当 从出生起 每个人就是已经落了的花 落花没有能力反客为主 流水的薄情在于 没有永远负责 微小的车站里 注视时间的荒原 列车静静驶过 等待初次的记忆 江苏音乐台 都市也归人 今天看的依然是某篇文章的节选 落花流水 这应该是在 去年的年初 我的情绪陷入到低谷 最绝望的低谷的时候 所写的一篇文字 大概情况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今天星期四 我们应该听一些歌 我晚上一直在想 究竟听哪些歌 很多很多 都想在这里 安静地和大家分享 雨天不止适合睡眠 也适合真的回到过去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 桌上有一杯茶 要有多坚强 才能念念不忘 江苏音乐台 都市也归人 四年二月 结束了在台北的演唱会之后 我飞往马来西亚 进行这张专辑的录音工作 可能是知道自己将要离开一段长时间的关系 这次工作中 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 都给我和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而当我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 要离开那个录音室 奔向下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的心里都在想 啊 可能好久 都不会再来这儿工作了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心情 我终于要离开昏天暗地的生活了 但却又是如此的依依不舍 不舍于牵绊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游暗的空间 不舍于那些和我相处的时间多过于我和家人的工作的伙伴 早春三月的台北 仍然略有寒意 而吉隆坡 却每天下午都有热带的雷雨 在三月四号到三月十三号之间的某一个下午 我录下了接下来这段的雷雨声 现在听起来 仿佛我当初是想用声音来记录一个音乐人的旅途中 某一个城市的 某一个午后的 落寞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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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显然更加的偏重于 小人物的情感方面 而许冠杰 则是世今小明的嬉笑怒骂 少年人的心中 常常有一点 为父心思想说愁的情节 虽然当时 并不能够真的看出这一点 而且少年人 常常对于他人分析出的情感 总觉得很有道理 现在回头去想 当时的我就是那个样子 我承认罗大佑是最好的 然而他对于世间的悲悯情怀 我总以为和我有距离 用最简单的语言 表达出 每个人都有的 或者每个人都想了解的 最真实 最普遍 但其实 那最难懂的状态 其实很不容易 直到今天 我对于李宗盛的喜爱 已经渐渐淡去 但我一直认为 这一点 也正是他的 高超的地方 其实前两天 在节目当中 也有提及到 听李宗盛的歌曲 非常的容易 是指他创作的歌曲 填词方面 极度的口语化 甚至到今天 他的歌词都非常的压喻 一耳就能听出 从校园民歌运动时代开始 李宗盛就坚持着 那种类型 不过成也萧何 爱也萧何 年代早已经过去 所以现在的李宗盛 再也做不出 当年那样的声音 94年 李宗盛有一张唱片 叫做《不舍》 这实际上是一张 翻唱专辑 李宗盛将他历年 自己蛮喜欢的作品 串成了 重新翻唱 然后 我觉得多少 有一点点概念的 意味在其中 但是这概念 并不特别的完整 所以我也并不认为 把它算成概念专辑 真的很准确 不过其中看得出来 他为张爱佳 爱的代价 那张专辑唱片里 写过的三首歌 他本人是极为宠爱的 因为寂寞 爱的代价 只要爱你对不对 倒有收录在其中 实际上 李宗盛的嗓音 并不真的适合唱歌 这就像同属于滚石上边公司的 罗大佑以及陈生一样 然而 他们唱起歌来 却真正有属于他们的一番韵质 因为歌曲是他们的 他最能表达出自己想表达出的那份意韵 真是如此 即便是最爱好的歌者 唱出来 似乎总也隔着一层纱 当年 我 我记得 九四年的 那个春夏之交 我走到哪里 都在听着 他的这一张 不舍专辑 我尤其喜欢听其中的 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男生的一点点嫉妒 还有男生的无奈 甚至是男生的一点 任性 可是因此而导致的纠缠 以及痛苦 表达的淋漓尽致 优优独播剧场 你问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 在寒风中满不邀家不回 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 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 又把照片撕碎 好不后悔 你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 而且每次都喝醉 不要说我做的不对 不要说你永远不会 因为我在雾里间听见 有人叫你宝贝 不要说这是个误会 你不在我面前流泪 从未我明明听见 有人叫你宝贝 你让他叫你宝贝 你让他叫你宝贝 你问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 在寒风中满不邀家不回 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 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 又把照片撕碎 好不后悔 你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 而且每次都喝酒 而且每次都喝醉 有人叫你宝贝 你让他叫你宝贝 你让他叫你宝贝 不要说我做的不对 不要说你永远不会 不要说你永远不会 因为我在我以前听见 有人叫你宝贝 不要说我做的不对 在我面前流泪 因为我明明听见 有人叫你宝贝 不要说我可能不会 不要说你永远不会 因为我在我以前听见 有人叫你宝贝 你让他叫我宝贝 不要说我可能不会 在我面前流泪 不要说你永远不会 你让他叫你宝贝 不要说你永远不会 你永远不会 你让他叫你宝贝 你让他叫你宝贝 在熟悉的街道 看陌生人跳舞 由于长久的站立 指向希望的地方 变成了路牌 江苏音乐台 都市野归人 香港 台北 洛杉矶 温哥华 五个城市 一共两个月零三天 在五月七号 我完成了这个专辑 春天的温哥华 美得让我一面 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面感谢上天 对大地美丽的安排 我在五月十号 送走了最后一批 台北来为我拍照的同事 我的假期 开始了 这张专辑能够顺利完成 我要特别感谢编曲 Jenny Chin 以及Mag Chiu 惊人音乐天分的完全投入 同时 助理制作人的全程协助 以及远到从台北来的工程师 不眠不休的工作 我也向他们致谢 另外 我也要谢谢 在美国的二姐 在加拿大的三姐的悉心照料 这张专辑 我要献给 培养我十年的滚石唱片 以及全体同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最后一夜了 面对面坐着没有中站的火车 明天要飞去 飞去没有你的地方 没有你的地方 要输在你紧缩的心里 左手的鸡票 右手的护照是个谜 一个不想去解开 不想去解开的谜 我不怕 等待你始终不说答案 但是心装离了 相思口了 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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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后一夜了 面对面坐着没有中站的火车 明天要飞去 飞去没有你的地方 没有你的地方 千层也许在遥远的地方 离别也许不会太提倡 只要你说出一个未来 我会选你的这一切都可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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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可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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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选你的这一切都可以放弃 三毛作品第15号回声当中的作品 写的是三毛的初恋人生 原唱者是潘月云 是个差不多十年 对之后 李宗盛把他拿过来 重新演用一遍 我时常觉得同样一首歌曲 交由男声唱与女声唱 表达的概念会完全不同 比方说动力后车 今年初的那张翻唱唱片 唱了很多女生的心态 可是在他们再唱出来 有一种男生的果敢 义无反顾的主动 还有愿意的担当 而在女生唱来 却是委委屈屈 自己说给自己听的一份决心 似乎并不那样的有信心 比方说刚才那首飞 当年潘月云唱的时候 是那般的无奈和心酸 因为知道必须要离去 然而真的不想就这样离去 可是在李宗盛常来 就是斩钉截铁的等待 和起于对方的一个肯定 到这里要感谢你 陪伴我度过今天的 最后一个小时 江苏音乐台 联通炫卡都市野归人 邮编210087张义 网络联系张义.西词.net 短信联系 发送ZY到1949897 留言编辑内容 发送到19498975 查询节目音乐 发送music到1949897 生日祝福 发送DS到1949897 关于都市野归人那本书 南京市的朋友 可以周一到周五下午点到六点 到省电台来 外地的朋友 可以邮寄的方式到省电台 南京市中山东路 西子堂像8号 江苏音乐台 金号收 青色的金 浩然正气的号 邮编210087 对 之前每天都 都忘了说 就有朋友天天问 今天一定不能忘 那每本包括邮寄费是40元 祝你平安喜乐 明天黄昏六点 八九七音乐网 再见 不说明天地 就算连起 不如屡亲 别让我失去你 你对我的情太多保留 一生都给你你说够不够 多冬天的承诺 答应我苦苦求 不敢轻易换雷头 记忆要抹平 还很容易 从前的风风雨雨 让它过去 能否相信 你这一句 我始终只爱你 你对我的情太多保留 一生都给你你说够不够 我都听到承诺 答应我苦苦求 不敢轻易回头 你对我的情太多保留 你对我的情太多保留 一生都给你你说够不够 我都听到承诺 我都听到承诺 答应我苦苦求 不敢轻易回头 不敢轻易回头 对我的情太多保留 你对我的情太多保留 都听到承诺 我都听到承诺